目前首都体育馆内北京冬奥会的致兵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当中 预计将在1月19号完成第一阶段的工作 在经过了去年的测试赛以后 致兵团队对于他们的兵面很有信心 北京冬奥会期间 首都体育馆内将要进行的是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两个热门项目的比赛 共将产生14枚金牌 目前首体内的奥运景观布置已经基本完成 而致兵工作也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雷米伯乐是北京冬奥组委特聘的致兵专家 负责首都体育馆的致兵工作 在完成2018年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的致兵工作后 他接到北京冬奥组委邀请 开始与中方为期四年的合作 目前第一阶段冰面初期的制作 已经基本完成 预计到本月19号 等运动员可以进入场馆开始训练后 这一阶段工作就能告一段落 由于首都体育馆将同时承担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两个项目 特别是2月7号将在同一天 先后进行这两个项目的比赛 这是摆在致兵团队面前的一个难题 因为我们在一天之内要完成两个项目的比赛 所以需要在一天中多次对冰面温度进行调整 同时包括对冰车的使用 场馆内温湿度和冰面温度的调控 我们要保证任何一个条件都要满足比赛要求 首都体育馆的致兵团队包括了4名外方工作人员和12名中方工作人员 经过4年的磨合 他们的配合已经非常默契 对于北京冬奥会期间的这块冰面 致兵团队很有信心 我们的冰面经过两次测试赛考验 所以我认为在北京冬奥会期间 冰面会完美地符合比赛要求 包括一些细节上的处理 也都达到了非常完美的程度